请合掌念三称本师圣号极开经济 念完请关灯我们会静坐 一起念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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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关灯 谢谢 好 今天是讲座第三天 这次讲座是六天 我想六天是一个段落 所以我想六天里面呢 教大家不同五种的观想方法 对某些老菩萨来说会比较深疏 因为你也从来没有学过 对一些怜有可能你懂一点点 但是你也不一定很清楚真的要怎么修 所以我每天会介绍一点不同的观想 加上念六字大名咒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短一点五分钟 但是你可以次数多一点 早上练一次练两次 中午练两次 晚上练两次 常常的练习 你的心就会被控制着 而更宁静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就是要了悟心地法门 心地法门里面 在禅宗 在不同的宗派 在南传 也有控制心的方法 在大乘 大乘的佛法 也有很多的方法 在金刚乘 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仪轨 也有很多的方法 现在我教的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大乘 还有净土宗 以及金刚乘 一些重要的关键 所以今天教光明想 注意听 先看幻灯片第一章 昨天说过 观佛像的时候 不要观金的 铜的 硬邦邦或木头的 这样子会增长你的我值 观佛像要观彩虹 像透明一般 没有实体 这样子 你会跟空性相应 这是很重要的 举个例子 你若有禅修的经验的人 不管是 南传的禅修 我大乘的禅修 我金刚乘的闭关禅修 你真正用功训练你的心 能够做到你的身体 空过一次的话 你真的会相信 释迦摩尼佛讲 身体是了不可得的 无我法是真的 可是对凡夫来讲 这个很难 为什么呢 我们生生世世都习惯有一个我 从早一早起来 就要刷牙 洗脸 上工 感觉愿意 送小朋友 然后呢 你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念头都在跑 所以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我 其实这是错觉 并没有说错 但是它不是永恒不变的 所以你要看到自己的念头 必须在六度波罗蜜讲 布施 持戒 忍入 精进 非常好 接下来 接下来你还要修禅定波罗蜜 波罗蜜 光禅定还不够 印度外道禅 它可以定到飞响飞飞响足天 直到释迦摩尼佛没有成佛之前 他也参访过印度的外道 释迦摩尼佛禅定也修得非常好 可是他知道这样子 没有了悟我是不可得的 他还是还会轮回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 般若波罗蜜是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 今天我还没有学佛之前 我也参加过基督教 我们家也是一贯道的 我也拜过民间宗教道教 为什么我最后选佛法 因为佛法比较究竟 所以空性的教法 不是对初学而说 所以有一句话说 学佛不学般若空 到头来是一场空啊 但是般若要有基础 般若不是说天也空地也空 什么都是空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空荡荡的 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要有基础 所以接下来看 今天要教的 东密跟藏密 今天尤其是介绍东密 东密里面讲 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当中的光明 它用什么做代表呢 清净法身 毗卢遮纳佛 就是大日如来 五方佛里面 东南西北中 中间呢 也有叫做 释迦摩尼佛 是化身佛 各位想一想 我们受菩萨界的时候 是南摩 千华台上 卢舍纳佛 你们在中午 五共的时候 对不对 供养清净法身 毗卢遮纳佛 毗卢遮纳佛 就是大日如来 所以你看幻灯片 请不要闭眼睛 看幻灯片 我现在在教你 现在不是禅修的时候 专心听佛法 就是无上的禅修 你不会闭着眼睛 不看这张幻灯片 你会修得出来的 请专心听 注意听 大日如来 你看他熊熊的火焰 代表智慧的光芒 头上他戴着 五方佛的宝冠 换句话说 五方佛是象征 每一个人成佛的时候 都有五方佛的五种智慧 象征把五蕴 转为 五方佛的五种智慧 我们昨天不是说吗 观世音菩萨 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凡夫烦恼是五蕴 可是当你五蕴 转为清净的时候 五蕴就是五方佛 就是五方佛的净土 所以每一个成佛 像地藏菩萨的宝冠 也带五方佛 昨天介绍 毗卢观音 他也带五方佛 象征着每一个成佛的人 都有五方佛的智慧 注意听 看他的手艺 是一个握拳 右手握拳中间 注意听 不要乱解释 我还听过人 这是男女交合 这是邪见 佛怎么会男女交合呢 这代表慈悲 跟智慧结合的意思 了解吗 当然他有很多手印 这代表慈悲 跟智慧结合的意思 然后呢 毕竟这那如来 大日如来 是你的自信光明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 所以有时候你静坐当中 你会觉得 师父我看到光 其实那没有什么 是你心清静的时候 本来就会显现的 举个例子 我今天没有镜子 没关系 大会请明天 请备一个镜子给我 镜子如果很亮的时候 它是会反射的 对不对 我们心中也有一面镜子 我们现在虽然坐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来学习佛法 为什么这么辛苦要修行 因为我们有佛性 假如我们没有佛性的话 那就不可能成佛 那大家不用这么辛苦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佛性像什么呢 像太阳一样 被乌云给遮住 举个例子 我要来新加坡的那一天 前几天还有台风 我来的那一天还下雨 你看我当在台北中正机场 要起飞之前 还是乌云的 可是穿过云了以后 万里乌云 太阳还在 那请问各位 乌云遮住的时候 太阳的光有没有消失 回答我 没有 大家有智慧 我以为你们又入定了 这么快入光明三位 所以太阳被遮住 只是暂时的 那云哪时候会走呢 风一吹的时候 风一吹的时候 这个云就走了 所以换句话说 当太阳被云遮住的时候 太阳光并没有消失 只是暂时你感受不到的 然后飞啊飞飞飞 飞快到新加坡呢 机场就报告 对不起 新加坡现在是阴天29度 我下飞机的时候 又看到了乌云 然后就到了机场 用这个屁欲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 当你贪嗔之烦恼起来的时候 狂风暴雨的时候 就一堆的乌云了 那你会问师傅 你这个屁欲 风是什么意思 风就是大悲愿力 所以要你发愿 当你发愿的时候 它有震动的力量 就会把乌云给移开 不过没有那么快 慢慢来 所以当乌云离开的时候 你心中的光明就会升起 所以今天要教的叫光明响 光明响在南传也有 但是大乘里讲得比较详细 金刚乘里面也修光明响 举一个例子 物质 好 过几天我们要点灯 点灯蜡烛给你点 一直烧一直烧 请问当蜡烛全部烧光了 请问那些输油跟油跑去哪里 烧掉了 转为能量 变成什么呢 变成光 所以我们科学讲物质转回为能量 当你离命中断气的时候 去极乐世界的时候 什么去 你的神是去 所以转为能量 所以你才能够莲花化身 你这个肉体并没有去 是不是 有些人火化可能烧出色粒子 有些还成为肉身 我们去极乐世界是什么 是你的心的意识去 还有你一生所修的好的能量去 那就是光明 那阿弥陀佛用什么来接你呢 光中化佛无数益 阿弥陀佛也是用光来接引你 是不是呢 你们是听得太精彩了 是不是 从来没听过这一段 我相信你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样一段 这不一定是 当然这些道 最主要道理是在东密里面 可是他是通大乘的光明 看 阿弥陀佛放光 阿弥陀佛怎么来接引你 除了他的愿之外 他是用光明来接引你 不然十万亿佛国土 你怎么飞去啊 那比光速还快的 所以光明响在大乘是很重要的 这个请大家要珍惜重视 那在光明响里面 当然不同的教派 有不同的观想 那因为我考虑到很多老菩萨 讲得太复杂 可能他听不懂 所以我把它简化为四个步骤 请注意听 我会重复 先听懂 待会我们再一起练习 第一 观想你的心中先合掌 待会我会敲第一身引擎 全部人要合掌 合掌什么呢 观想 佛菩萨就在你的头前 当然这张图片里面是观 毗卢遮那佛 待会呢 各位可以观佛也可以 你要观千手观音也可以 但请观坐的盘腿的下 不要观站的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是要修禅定 你也可以观阿弥陀佛 在虚空章中 也可以观 静明佛学舍 很庄严的 释迦摩尼佛 这个语言很庄严 刚刚好 你也可以观这一尊 没关系 也可以观观世音菩萨 先观这三个 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 或是阿弥陀佛 先不要观其他的 不要把自己弄得很复杂 为什么 当你一合掌的时候 佛菩萨就现前呢 前程是跟恭敬 是你提请佛菩萨的桥梁 举一个例子 我前几天有说过 现在假如你家里人 得了癌症了 我忧郁症了 我发生车祸 你心里一定很难过 你第一个想 我赶快去拜观世音菩萨 赶快到吉兰去 我要去买花 我要买供水果 我要求佛菩萨 赶快来救救我家人 对 为什么 你生起了一个 前程跟恭敬的心 前程跟恭敬 是让你见到佛的 很重要的两个条件 然后呢 你就开始跑了一整天 大热天的买了花 来到佛堂 然后顶礼 所以 当你生起前程心的时候 观音菩萨跟佛菩萨 就可以听到你的奇请 假如你没有前程跟恭敬的话 你是没办法得到 他的感受 或说加持吧 举一个例子 你问的一个非佛教徒 印度尼西亚 或马来西亚 或是印度人 他会进来合掌吗 他不会 他那时候只想 我今天马票 四个号码要赶快去签 他不一定会生起 前程跟恭敬 所以第一个步骤 你得先合掌 观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 请你护念我 给一切众生吧 我相信你 现在就显现 要相信 其实观世音菩萨 现在你看得到 看不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要先相信 这是第一步骤 第二步骤 大悲观世音菩萨 由你虔诚的心中 你因为虔诚的心 你就要开始念 透过咒语的力量 你心中放光 由下而往上 齐请佛菩萨 注意看 这尊 毕露遮那佛 一尊向右旋转 就变成一圈 代表无量的佛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凡夫常常执着 一个一跟我 所以你在轮回 这里的观想 重点是让你 一个化为无量无边 这是华言的法界观 部分的法界观 一变成很多 就像你看了绕星星一样 越来越多的佛菩萨 你心中生起欢喜心 注意听 这一章是光由自己 由下而往上 透过念咒跟齐请 齐请佛菩萨加持 第三章 佛菩萨全部向右旋转 也尽为空性 你们不是喜欢读金刚经吗 新加坡人都很喜欢 诵金刚经啊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啊 没错 佛的像也是暂时显现 它的功德力 它的本质也是空性的 所以第三个呢 就想所有的佛菩萨 都像太阳一样化为光 然后开始照着你 就像太阳 你早上看到的太阳 或是夕阳西下的太阳 这样照着你 照着你从上面 然后照你的头额 经过你的喉咙 照你的心间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欢喜 注意这个时候 你还在地板上的 再看第四章 等着人 你就坐在虚空了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你 不要怀疑 你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跟你的心也融成一体 注意听 这只是观想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 我们生生世世都在 好 坏 能 索 长 短 高 矮 对不对 现在透过这样的观想 才把你这个相对的念头 给切掉 所以你自信的大悲心 就会显现 所以你要观想自己 不是坐在椅子上 坐在虚空当中 坐在光明里 老菩萨不用担心 不会掉下来的 这只是观想 转你的念头 常常这样练习的话 你固执的心 我执的心 就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这样了解吗 好 到了这一段以后 我会再敲一个引擎 叫你右手执金刚拳 左手呢 就开始心里念 坐在光明当中 念 嘴巴不要动 那这样的功德 比你散乱心念 功德力更大 更大 这个写在哪里呢 写在《般若经》里面 所以了解吗 但是这样结束完了以后呢 这只是观想而已 我们刚才说 你就是观音 观音就是你 你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你 这只是观想 但是待会结束出门的时候 你还是你 有些老菩萨很可爱 然后呢 回到家里 刚听完经 一电话讲 Hello 请问你是谁 我是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 你还没有这么快 你要真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你身上应该挂满了 金银猪落 对不对 丝绸为一 慢慢来 当然 你有自信的大悲心 可是你还没有呢 把烦恼断尽 还没有呢 把所有的功德修满 所以你还没有那么快 但是慢慢来 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这样听懂吗 我再放一次幻灯片 复习一下 因为对有些老菩萨是第一次 待会我会一起练习 第一 请和长 不要坐 我先讲讲 待会我会教你一步一步练习 请和长 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 或阿弥陀佛 或释迦摩尼佛 就在你的头额前方 不要怀疑 佛菩萨 哪里都片满虚空的 当你真心齐请 他就在你的眼前 第二 你心中 放光 我会念六字大明咒 我念三声 你们用听的 观想你心中 放彩虹的光芒 齐请佛菩萨 大悲观音菩萨 请你护念我 跟救救我 给我鼓励 给我信心吧 那大悲观世音菩萨很微笑 他接受你的情形 一刹那之间 就由一个向外又旋转 变成很多很多的 光中化佛的 大小小的观世音菩萨 那种感觉就像什么呢 就像静明佛学者 两边的这个墙壁 很庄严 很多无量无边的光中化佛 都是观世音菩萨 你观想 静明佛学者观想 整个新加坡 全部都是无量无边的观世音菩萨 很好 一化为多 扩展你的心量 破除你的执着 接下来我敲第三下引庆的时候 观想所有的佛菩萨化为空性 从你的头像太阳一样 照着你 从你的头顶 经过喉咙到身体 全身里充满了金色的光芒 接下来最后 你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大悲观世你 音菩萨就是你 无二无别 安住在虚空当中 先静一下 这是第四 第五 我敲引庆的时候 你才拿念珠开始 嘴唇不动 念 这样了解吗 好 开始练习 请身体坐直 不要紧张 你不要觉得 我们是考大学联考 没有那么紧张的 好 请坐直 肩膀放松 当我手先放下来 做禅定印 当我敲第一声 引庆的时候 你就合掌 观想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在眼前 观想十秒钟到二十秒钟 慢慢练习 好 开始 请合掌 每个人都要很专注地齐情 不要怀疑 佛菩萨就在虚空 眼睛打开一半 不要全闭 敲第二响的时候 大家用听的 由我唱六字大名奏三声 然后观想第二张图片 你关不起来 可以眼睛打开 看幻灯片 小声音菩萨就在虚空中 观想观世音菩萨 由一尊向右旋转 便无量无边 请放长 手放下来 第三下观想所有的诸佛菩萨 转为能量 像太阳一般在天上照着你 进入你的头 喉咙 身体 整身你也充满金色的光明 做如是观想 第四个观想 观想你就坐在虚空的大宝莲花里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是你 无二无别 先不要拿念珠 等一下 观想自己坐在虚空的金色光明当中 好 敲第五下的时候 请你左手拿念珠 嘴巴不要动 念六支大明咒 一百零八颗 请开始 用心念 不要急 一句一句念得很清楚 感谢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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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结束了 眼睛眨一眨 请开灯 好 怎么样 这个是很重要的方法 当然你可能是第一次练习没有关系 慢慢回去练习 在摩克波尔波罗蜜经桌 若有一个人很专注地念佛或意念佛 胜过一个人散乱心去想佛 当然法华经里面也有讲 一称南摩佛皆以共成道 那是讲重音而说 各位联友都是有善根的 希望法会的讲座可以提升你修行的品质 所以你的念头的训练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的念力很强 很清净的话 你是胜过别人用散乱心来念 大悲咒或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那个是不一样的 好 现在请看讲义 我们得回来讲观音菩萨的大愿 请翻开讲义第十六页 昨天我讲发愿很重要 但事实上昨天我只是讲故事而已 现在还没有正式讲经文 其实大悲神咒跟六字大明咒 两个是一体的 长咒叫做圣十一面观音咒 或牵手牵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所以在传统上西藏的上师灌顶的时候呢 牵手观音咒跟六字大明咒是一起灌的 因为它是一样的本尊 只是一个是长的一个是短的 好 请看 第十六页 第十三行 观音菩萨的大愿 出自于唐沙门 且梵达摩义大悲心陀罗尼经 各位并不陌生 尤其是你拜大悲惨都会念这一段 所以注意听 我今天会精简地说 我对题我没有办法详细说 其实这十个愿跟六道 我可以讲三天 可是讲太久的话 我可能就回不了我的国家了 所以我还是讲重点就好 慢慢来 请看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之一切法 注意看 它十愿里面单数都是 愿我素之 第三愿愿我素度 第五愿愿我素成 所以一三五七都是快速的素 二呢 二四六八 愿我早得智慧眼 早快一点 愿我早得善方便 愿我早得月苦海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这个应该很容易背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今天又有一个功课 请把这观音十大愿 全部给背起来 真的很重要 以后我会讲 在遇到恐怖苦难的时候 或遇到幽民界众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这个大愿 发这个大愿 以观音菩萨的愿的功德力 就可以度幽民界众生 希望你把这一段背起来 很重要 很真心的念 我解释意思 第一 南摩大悲观世音 当然大悲观世音菩萨 是我们礼静的对象 希望注意 这里讲我 你写在旁边包含 包含是我 即一切的众生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 这里是指代表 因为为什么呢 在大悲心陀罗尼经理 观世音菩萨 问他的老师 千光王静柱如来 他为了要示范 他当然一定讲 弟子某某我 但是这里的我 不是只有你一个 应该包含 我即一切的众生 你要生起这样的想法 其实我问你 当你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的时候 有没有包含你自己啊 各位有没有 有 对 你说一切的众生 包含你的爸爸妈妈 但是为什么要单独念你的名字呢 那横顺你的想法 当然你单独念某些名字的时候 当然他回向的真上缘是会比较强 但事实上这里是应该你发愿 我跟一切的众生 我遇到一个朋友 他很奇怪 他来听闻佛法 讲师父我要发观世音菩萨的愿 他有一次就跟我讲 师父 我实在很不甘心 为什么要速度一切众呢 我的老板 我就不想度他 对不对 我公司呢 左边专门讲我八卦的 我为什么要度他 真可爱 因为我说 你把我跟别人分得太清楚了 我就跟他讲一个例子 像左手跟右手 看每个人都有两只手 现在左手脚不小心被刀子割了 右手呢就赶快拿药来帮他擦 擦完帮他包扎 请问右手会不会跟裹手说 哈喽 我给你包扎吧 你要给我钱啊 不会的 为什么 回答我 我这样有点像观世音菩萨 准提菩萨吗 为什么 告诉我 为什么右手不会跟左手要钱 因为两只手来自同一个身体嘛 可是你若只看师父的手掌 看左手跟右手 我左手要做手表 右手没有戴手表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分 就是你的跟我的 所以这就是你轮回的根 叫我直 跟我贱 所以我讲这个屁育的意思是说 一切的众生当中 其实就包含你自己 大悲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看到所有的众生 都在他的身体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所以他为什么不疲不愿的能够帮助你 就像你妈妈 愿意度自己的孩子 帮助自己的孩子 可是别人的孩子呢 你就可考虑考虑 为什么 因为你想 他不是我的孩子 前几天我讲蟑螂 对不对 我还没有讲完 现在我再继续讲蟑螂这个例子 当你看到一个蟑螂的时候 对不对 你怎么去看他 假如你现在是阿罗汉 你有神通 突然看到这只怕的蟑螂 哎呀 它是我过去的妈妈 你会不会放声大哭啊 一定哭的 我过去的妈妈怎么会堕入变成蟑螂呢 这时候你会打他吗 不会 你一定会像什么呢 现在很流行的 Puppy 赶快把它抓起来 买个最漂亮的这个笼子 来 Puppy 我今天喂你吧 因为你是我的妈妈 这个说明是什么 是一切的众生都当过我的爸爸跟妈妈 所以藏传佛叫做 起慈悲心观想 等虚空 如母无量无边的友情众生 问题是 你真的把它当成你妈妈吗 很难 但是要努力 你不用把我当你妈妈 我也不错你干儿子 这是要转你心中的念头 观想用的 你注意听 一般人对自己的妈妈都很孝顺 除非你妈妈是暴力的 在另当别论 佛陀里面也说 供养爸爸妈妈的功德 等同于供养佛的功德 假如你现在看一个老鼠 一个蟑螂 是你的妈妈的话 你真的会生起放生大姑的心 那叫做清净的大悲心 我们要从这里去学 这才修大悲观音法 听好 这个胜过于你念过很多很多遍的咒 不是说念咒没有用 待会我后面就会给你们功课 要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一千万遍六字大名咒 但是我现在要鼓励你 你怎么判断我念了有没有效果呢 你会看到众生越来越慈悲 不用每天带tissue paper一直哭 知道吗 是你心中真正感受到 它就是我的身体 我真的有应该要照顾它 就算它害我了 我还是要照顾它 那样的悲心才叫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否则你嘴巴只是念念而已 待会大悲上回去 看到蟑螂归蟑螂 老鼠归老鼠 蚂蚁归蚂蚁 对不对 所以你要度众生 要从这个境界上去观修 所以转你的念头是很重要的 请看第二句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智慧眼 请把智慧眼画起来 表示先修慈悲之前 要先修智慧 其实观世音菩萨是 是慈悲跟智慧一起修的 但是做两个比较的话 你应该先学八正道 判断什么是五戒十善 四圣地十二因缘 所以你要先听闻佛法 学智慧 当然要有慈悲心 都要有智慧 很不容易 很多连友常常都会问我 师父我帮助他 可是我都被他骗啊 我说这有很多原因 第一 你的智慧还不够圆满 第二 你可能过去呢 也骗过他 而且呢 你更残忍过 你说会吗 绝对的 天底下 没有不公平的事 一切都有因缘果报 只是你没有神通 还没看到而已 先暂时要 不要责备外面的境界 第三 那你就说 师父假如我被骗一次 骗两次 骗三次 超过三次 你就真的太笨了 你怎么没有学到教训呢 举个例子 朋友跟你借钱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四次就不要借他 有些朋友跟你借钱了 哦 对不起啊 我妈妈生病 哎呀 我弟弟生病 我哥哥没工作 妹妹呢 住医院 你要去查嘛 对不对 你帮他是对的 可是你没有智慧 你若没有智慧的话 你反而增长他呢 造更多的恶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了钱 都拿去赌博了 拿去赌股票了 拿去做杀盗淫忘酒 不如法的事 那你想 你这个钱 虽然要帮他 可是你帮错了 你宁愿把那个钱啊 兼给慈善机构 佛教团体 做更多有意义的功德 所以福报不一定等智慧 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联友 我们要修福修慧 你看佛 百节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呢 这是佛经没有错 我们要修福啊 拼拼修 修到一个地方呢 蹦起来 他就会智慧 错 智慧跟福报的因是不同的 你修得很圆满很圆满 我告诉你一句真话 会变成一种动物 或是佛经讲的 修福不修慧 大象带阴落 国王大大象 他是畜生啊 为什么畜生呢 因为他造了 违反五戒十善的恶业 他非常有福报 你看大象 对不对 很庄严啊 出门都带金银珠宝 但珠宝都不是他的 反过来讲 你只修智慧 不修福报 也不可以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这是大制度论讲的寄宋 就是你拼命很认真修行 看到众生来 你能帮他 你也不理他 你没有福报 也不结善缘 很好 你是阿罗汉国 可是你没饭吃 没人供养你 所以可见 福跟慧 这两个都要修 佛陀是福慧两族尊的 那两个里面要先选一个的话 要先选智慧 因为你才不会造业 接下来再看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很好 我用蟑螂的例子 让你回去想一想 第四个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善方便 善巧方便很不容易 在石波罗蜜里面 也有叫善巧方便波罗蜜 善巧方便波罗蜜 是在六度以后才升起的 比如说你现在来帮别人 你很想劝他 学佛 帮助他 可是呢 你不一定要用佛法 所谓不要用佛法 注意听 不是不要讲佛法 而不要强迫呢 用佛教名词讲他 举一个例子 我常常举例的 我在诗专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们叫中校仁爱音 我是爱班 他是音班 我的号码呢 是在161 那他是音班 唯一一个男生 音乐科的 那因为住学校住宿呢 他都编在一起跟我 他很奇怪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那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什么都能谈 唯一不能谈宗教 他跟我讲 三天三夜的上帝呢 对不起 我也不一定接受 我很恭敬上帝 我也读过圣经英文班 但我总觉得 我不太能接受 对不起 我只是分析 我没有攻击 其他宗教的意思 因为上帝在西方 是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的 跟他有缘 那我呢 跟他讲佛法 三天三夜 讲因果 业力 他也不接受 那不接受没有关系 那当我学佛的时候呢 我佛前都会 从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 我们宿舍闹鬼的 全部人都跑到我的房间来 然后呢 因为他说 这边有佛祖 我说好吧 那就坐吧 那我们呢 在成长的过程中 礼拜六礼拜天 很奇怪 他很喜欢 看着观世音菩萨 刮胡子 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 他说 我看你的观世音菩萨 很像圣母玛丽一样 我越看越喜欢 我说好吧 那爱跟慈悲 也都相通的 可是他常常 这个人心很好 脾气很不好 动不动就发脾气 所以他发了脾气 他就找我 他就叫我 某某某 我的俗名 圣公红 你可不可以陪我出去走走啊 我说好啊 怎么样 你今天又不爽了 是吗 他说对啊 那我只是把佛经 转化为生命的经验 比方说 自他交换 我就不会讲 这个佛庙名词 我讲什么 你要常常为别人想 同理心啊 你跟他这样反过来想 你就不一样 他就接受了 所以毕业的时候 他送我一本圣经 May God bless you 我送他一本佛经 May Buddha bless you 我们两个成为好朋友 结果一出家 他说 哎呀 你变法师了 然后他说 我做牧师了 很好 后来他有两个小朋友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还教学校的国乐团 甚至呢 也在呢 是正直的牧师 Prist 当然是在家的牧师 他一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 他就是不喜欢人家 跟他讲佛教名词 听懂吗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善巧方便 很难修 有些老菩萨 跟有些灵友很真心 一看到就看 我告诉你 你这个就是业障深重 来我告诉你 头额发光 发黑 我听师父说 六字大名做很好 你就一定要来念 来跟着我 这样太直接了 你想想看 假如我被人讲一个 我头额发黑 你会高兴吗 你要有善巧方便 重点是什么 他了解佛法的道理 注意听 基督教 天主教 外道徒 他也有佛性 他只是不一定 按照你佛法 这个方式来走 各位大家知道 Mother Teresa 德雷莎修女 对不对 多了不起 我在商业经社 教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就放过这个录影带 来讨论 人家的大悲心 是多么值得我们赞叹 他过世的时候 全世界的文武百观 都给他领敬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会升到天上 做大犯天王 他修得非常好 但他不会成佛 你说师父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他不知道佛法 他没有发菩提心 他修得很好 他是了不起 有上帝的爱 他会升到天上 做大犯天王 他让上帝去度他吧 但他不会成佛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出六道轮回 他细微里面 你看他的电影 他还是有贪嗔痴的 所以度众生不容易 各位 我们听到了佛法 应该要很有福报 你要肯定你自己走的这条路 当然佛教有跟其他地方相通的地方 但是呢 请看大家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 最后一行 愿心责任义务与功德 就是我写的 在中文里面 并没有加上 我为什么会写这个 我每一年都会写一些标语 鼓励我的学生 我不是喜欢喊口号的人 但是我鼓励什么 因为这个可以通佛法 也可以通世间 任何人 Great vow 就像一个ambition 目标理想 任何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都要有responsibility 你也有你的duty 家庭的责任 family duty school duty 学校的责任 对不对 你是一个佛弟子 也有Buddhist duty 还有一切都有功德 我这边没有用profit 我用benefit 再翻回来 第十六页 十六页底下 今年我就写 鼓励商业精神 因为我们在 指观跟般若上 要好好用功 所以禅修的风格是什么 要有勇气 要永远不断地鼓励别人 要有创意 真正禅修的人 心是很敏锐的 是有创意的 禅修不会到最后 就笨笨的 这叫笨笨禅 禅修的时候 心一定非常的敏锐 外界的变化 它都很清楚的 所以有很多人 有曾经问我 师父 我念阿弥陀佛很专注 结果开车 红利灯撞到了 我说那不叫无量觉 那叫愚痴 念佛怎么会撞到柱子 或撞到墙壁呢 那你要反省 我念佛一定有地方 有问题吧 所以我要讲的 善巧方便很不容易 尤其是各位 你要度你的家人 家人是很难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家人 身身世世跟你是 冤亲在主 关系很复杂 才会变成家人 有善也有恶 也有清净也有不清净 Mixed together 英文讲 very complicated karma 的确 你看佛陀要度自己的太太 耶稣陀罗也很难度 佛陀要度她的妈妈上身 道立天宫 也是不容易度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你要注意听 不要把家人都当冤亲在主 不一定 那我问你 我妈如果不生我的话 你有机会听奖金吗 那我成佛的时候 我妈妈是佛母耶 她的功德是很大的 所以不要很负面的思考 就说 家人都是来讨债的 不一定 那要看你的心 所以度众生 要有善巧方便 请看下面一愿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成般若传 好 般若传请做记号 因为呢 在茫茫的大海中 你要度过 要有船 请看幻灯片 漂亮吧 对不对 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你就是孤零零的一艘船 你要有智慧 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在新加坡 要去巴蛋岛 很清楚 你一定搭ferry 你一定有渡轮 对不对 那渡轮呢 第一个你不能搭错啊 你不可以匆匆忙忙的搭错 有一二三啊 有些呢 到不同的港口 port不一样啊 那你一定要确认 所以你要智慧 要选对船 不要误上贼船 在大乘庄园宝王经就有故事说 就有佛弟子误上贼船 被风吹到罗刹鬼国 在呢 苦难的时候 他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把他救回来了 对不起 后面的经文很精彩 我只是先做广告 慢慢来有耐心一点 我觉得这几天讲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当你有这样重要的观念的时候 我进入经文的时候 只会讲重点 会像开火车一样 或飞机一样很快 所以你像在大悲观世音菩萨 当众生都要飘落到罗刹鬼国的时候 他们念观世音菩萨 只有观世音菩萨一吹风啊 黑的云就不见了 然后呢 他们的水一飘的时候呢 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 所以可见船代表是什么呢 我们修行界定会的功德 就像辟语你的身体 就像辟语你有这个身体 陈宗常常讲 我们这个身体是臭皮囊 讲臭皮囊意思告诉你不要执着 你看新加坡很热 我觉得我也真的越来越像新加坡人 一天要冲三次澡 对不起 我讲话的方式真的有点在新加坡 真是不好意思 阿弥陀佛 不要待太久 对 早上很热你冲凉一次 下午冲凉一次 晚上冲凉一次 我们台湾没有这么热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呢 做很多事情 你要有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身体讲 不要执着是臭皮囊 但你注意听 这个身体也是你过去的夜跟烦恼的显现 就像船 你没有这个身体的话 你也没办法来听经 你没有这个身体 你也没办法修行 你没有这个身体 也不能做义工 我心虹是说没有这个身体 怎么帮你讲经啊 所以这个身体 你要善加力 感恩它 就像一艘船 要有般若智慧 不要开错地方 现在有个问题 假如你驾了这个船 到了印度尼西亚 巴旦岛 下了船以后 请问你怎么办 把这个船扛在身上吗 嘿咻嘿咻 在沙灘上跑吗 不可能吧 一定要把船给放下 对不对 所以金刚经说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是讲这个层次 法很重要 不要一开始就讲 法了不可得 你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法是你修行道次第的波扰船 了解吗 接下来 再看下面一段 南摩大悲观世音 愿我找得越苦海 可见我们的轮回里面 真的是很苦 再看吧 茫茫的大海 对不对 真的很苦啊 你不觉得很苦吗 有很多人会问我 师父你为什么出家 因为我想开了 为什么想开 对我自己而言啊 我要出家之前 我看到很多人很苦 我们家人有阿姨舅舅 很多人结了婚 吵架为了孩子 总是很多很多的不圆满 对不对 我的工作很好 我也没失业 也没失恋 因为我从来也没恋爱过 但是我最后恋爱了 早上的佛菩萨 没有 这是开玩笑 重点是什么 我看到所有的众生 都要从出生 工作 成家 立业 买房子 老病死 我在想 每一个人都要买政府组屋 为什么不派全世界一个人 做总代表 买大间一点 给人家住呢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这么辛苦呢 因为每个人都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注意 为什么苦 因为你迷惑 像我还没有听到佛法 没有听到四地十二因缘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人是怎么投胎的 当我听到十二因缘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哦 原来我是这样投胎的 我突然很大的觉醒 我也知道说 哦 原来将来我们要怎么往生的 所以佛法有佛法的力量 震动你的心 假如你没有听到佛法 你当然苦啊 对不对 脾气也不好 又没有慈悲心 又没有福报 碰到什么都不如意 所以你就会抱怨抱怨再抱怨 苦上加苦啊 假如你听到了佛法 恭喜你 像黑暗当中 你有智慧的灯塔 你慢慢地修 慢慢修 当然修行也是挺苦的 没有错 但是你慢慢一定会改变 佛菩萨一定会有护念你 遇到了良师 意有好环境 恭喜你是什么 看到生命轮回的真相 对不对 你觉得过得很有意义 举一个例子 就像河流一样 河流的水从上游流到中游 中游游到下游 然后流到大海 你会心很安 因为你会深信因果 你会觉得我这一生呢 也很努力了 起码做了很多善事 我来生一定会遇到佛法身 对不对 三宝就像茫茫大海当中的灯塔 否则你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夕阳西下的太阳 再按下去就没有灯了 请问黑暗当中你要找什么 找光芒 三宝就是黑暗当中万事的灯塔 虽然它很抽象 但它是生生世世让你医治的地方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没有学佛之前 可能有些人有 人家骂你一句 我就顶他一句 人家说我八卦 明天我就说更多的八卦 为什么 报复性 可是学了佛以后你就知道 对 then so what 你们英文里面最喜欢讲 then so what 对不对 这张不用拍了吧 等一下 对不对 then so what 对呀 你骂了以后又怎么样 其实骂了以后你更气 而且当你了解英国的时候 注意听 你今天骂得很惨 来一辈子他会骂你更毒的 所以你被人家骂的时候 你要修忍辱心 你过去骂过他 只是你忘记了 所以很多老菩萨 以及佛教徒 不管男中女中 要注意口德 你不要每天 送了很多很多的经 转过头来 几里瓜啦 讲是非 讲八卦 你的功德都爆掉了 对不对 所以 现在有没有学佛 你怎么越苦海呢 就是告诉你 人家骂我的时候 哎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修忍辱菠萨 对呀 你这样忍辱就有功德 为什么 不会他骂你一句 你恨他一下 他杀你一句 你要报复他一下 那渊渊相报何时了 所以我跟你讲真话 我真正听到佛法以后 人家欺负的我 我会难过 可是呢 三天以后就过了 我还送经回向给他 我希望我来生还能帮助他 可是讲真话 若没有学佛的话 那还得了啊 是不是呢 这是真的吧 所以我要讲 所以我要讲 越苦海越什么 转你的念头 你真的要有佛法的这个鼓励跟支持 所以正法的功德是浩瀚无涯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经论里面都说 如果这部经能够受持弘扬 都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因为他会照亮众生 三千大千世界 照破众生 三千大千世界的黑暗 所以我们也要发愿 不是每天呢 只是嘴巴念念 我们也应该从转自己的念头 去帮助一切的众生 从他黑暗当中 能够越到心灵的苦海 再看第七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得戒定道 戒定道请你刮胡 这里是戒定慧 因为有时候它是祭诵 它会精简 不是说只修戒跟定 不修慧 不可以这样解释 戒定慧三学都要修 所以我们深深试试 什么呢 学习佛法 然后呢 依什么 依戒定慧而修 所以大乘佛教徒 听好 虽然我有时候弘扬金刚乘 可是大乘佛法 是很殊胜很殊胜的 对不对 我自己出家很惭愧 也二十一年啊 我也是如临深渊 如临薄冰啊 要很小心啊 要持戒 要修禅定 要修智慧的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 第八 南魔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登涅槃山 涅槃它比喻为山一样 像你爬山 新加坡就没有什么山了 猫菲伯而已 一开车就上去了 那你若去爬西马拉雅山呢 对不对 那很高的 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一些连友也会问 师父啊 我修行啊 真的是起起伏伏 每次你来新加坡 我都发喜充满 谢谢你 你走的时候 我就这样了 登登登登登 然后偶尔登 然后又登登登登 我说 It's true 这是自然的 凡夫修行一定是这样 所以听经文法 现在人很有福报 用科技可以帮助你 也希望你能够多听 三遍 五遍 或十遍 我以前听我师父讲经 听十遍的 或五遍的最少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呢 你体会会不同 你不要觉得 哎呀 我听过了 错 你这样叫傲慢心 多听几遍 你会有体会的 所以 但是也不要气馁 举个例子 看 我现在讲喜马拉雅山 你现在把我脚爬 喜马拉雅山 爬一爬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你一定会累嘛 喘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听好 你没有掉下来 你爬一半 虽然休息一下 有时候遇到了障碍 工作不顺利 没办法常来做一工 没关系 慢慢来 不要急 但是你没有退步嘛 你心不要放异嘛 继续用功 也不太可能这样子 看这里 就上去 这样你会得心脏病的 一定慢慢来 然后呢 慢慢来 有时候修行呢 这个月很高兴 有时候也觉得 哎呀 这个月 烦恼很多 障碍很多 好像很多 我哪里都不是 老婆也骂我 儿子也嫌我 老板又嫌我 然后呢 同事也骂我 然后也讲我八卦 好吧 那这个月就修忍入 菠萝蜜吧 你要说要鼓励自己 一下下 知道吗 联友跟联友 也要鼓励一下 去年跟今年 我每次会课的时候 其实很多联友 都有很多的苦恼 我都能体会 因为我也很真心的 在想帮助你 可是我发觉 来见我课的 十个里面呢 有六个就忧郁正向 自杀